有人说这是悬疑片里的天花板 看完这部电影你才知道 什么叫悬疑 什么叫反转 其他的那些所谓悬疑片都是小儿科 这是一部中日韩三国都拍过的电影 刚开始我还不信 看到这么多人给了那么高的评价 我会去看了电影 看完后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真好看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片 警方在海边发现了一具男食 死者浑身赤裸 全身的衣服被烧掉 为了警藏死者的身份 他的面部被凶手砸烂 双手的十个指纹也被凶手烧毁 由于地主偏僻 没有任何目击者 凶手的手段令人发指 警方在案发现场不远处 发现了一辆崭性的自行车 车的把手上他们提取到一些指纹 与此同时 一家小旅馆的老板报案 说住在这里的一个叫福坚的客人 失踪两天了 不但没有交房租 还带走了房间的钥匙 警方赶到现场在福坚居住的房间里 提取到了一些指纹和毛发 经过分析指纹和DNA对比 他们发现 与凶案现场 遗留在自行车上的指纹完全一样 警方确认死者叫福坚 还公布了死亡时间 大约12月2日晚上6点到12点之间 死因被人用电线勒住脖子 窒息而死 负责案件了两名警察 一个叫内海 一个叫阿泰 根据线索 死者最后出现的地方 在前妻的料理店 还问了前妻的柱子 然后就死在海边 目前看来 前妻镜子有着重大嫌疑 他们查访镜子时发现 镜子12月2日晚 和女儿先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随后又去吃了拉面 吃完拉面又去KTV唱歌 整晚都有完美不在场的证据 案发现场离镜子家有很远的距离 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所以理论上说他不是凶手 但阿泰觉得静子的回答过于完美 他隐隐觉得静子就是凶手 他会找到线索 撕开他虚假的面纱 男人名叫石神 独自一人租着廉价的出租屋 他30多岁 长相平平 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 人不可貌相 石神虽然长相不出众 却是一位数学天才 他生平最大的爱好有两个 一个登山 一个解数学题 只是造化弄人 为了照顾病危的母亲 最终他成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 每天步行上班 他会穿过一座天桥 天桥底下生活一群流浪汉 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像机器里的齿轮 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 无聊且无趣 更看不到镜头 没有认识静子母女前 石神觉得自己和他们本无区别 静子是石神的邻居 开了家料理店 现在石神每天上班 都会来到镜子的料理店 带上一份爱心便当 镜子的笑脸 成为他一天无聊生活中 最温馨的画面 镜子的女儿和妈妈一样温暖 每次看到石神 都会和他打招呼 石神有时荒唐的觉得 如果能和他们成为一家 应该是很幸福吧 时间很快给石神创造了机会 一天晚上 石神正在家里 批改学生的作业 他听到隔壁传来打斗声音 一阵剧烈打斗过后 恢复平静 没错 镜子在家里 此刻正在上演一场生死大戏 他的前夫 福坚找上门 福坚是个十足的无赖 好吃懒做不说 还时常家暴 为了摆脱他 母女俩偷偷搬了家 看到福坚找上门 镜子知道他的来意 女儿跟福坚没有血缘关系 为了不让福坚祸害他 镜子给福坚拿了两万块 让他赶紧走人 其料女儿刚好放学回家 福坚正准备离开 见到女儿 福坚的口中开始说出乌言慧语 他说 女儿很漂亮 再过几年 等他长大了 就把他带去夜店赚大钱 女儿忍无可忍 从房间拿出一个水晶球 冲出来 扎到福坚的头上 福坚大怒 冲着女儿大打出手 镜子看到女儿被打 他从地上抓起一根电线 死死勒住福坚的脖子 女儿趁机按住福坚 办了块豆腐的功夫 母女俩就弄死了福坚 好巧不巧 门铃响起 正是隔壁的尸神 镜子原本打算躺在过去 但尸神表示自己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可以帮助母女俩脱罪 尸神进屋查看福坚的尸体 镜子说 自己会去治首 尸神说 你治首了 女儿也脱不了干系 你用电线勒住她的脖子 不可能再按住她的手脚 福坚的手上有压痕 警方到时会把女儿 以冲犯的身份抓起来 按我说的做 保证你们都会相安无事 几天后 有人在海边发现一具尸体 于是就出现电影开头的内幕 从镜子家里走出来 内海和阿泰遇到回来的尸神 内海拿出福坚的照片 问尸神是否见过此人 尸神说 没见过 也不认识 内海还问尸神 有没有留意12月2日晚 隔壁的镜子 有没有什么不正常行为 尸神告诉他们 自己是高中数学老师 隔壁搬过来两年了 一直相安无事 尸神打开邮箱 拿邮件时 内海看到一封来自某大学的信件 那也是内海毕业的学校 警察走后 尸神用公用电话 拨通了镜子的电话 尸神告诉镜子 这段时间他们少接触 他会用公用电话联系镜子 听完镜子和警察的对话 尸神告诉他 警察还会再来 你们不要担心 一切问题 机械心回答就好 他让镜子把电影票 夹在电影简介当中 不要主动拿出来 因为没人会保留电影票票据 等警察问起的时候 装作自己忘了 让警察们自己发现 镜子不放心的问尸神 我们会没事吗 尸神肯定的回答 相信我 你们会没事的 果然时隔不久 内海和阿泰又来到镜子的家 他们问起有没有电影票时 镜子装作到处寻找 内海却在电影简介中 发现电影票局 再次无功而返 阿泰掩饰不住内心的挫败感 他们来到大学 找到物理学教授汤川学 汤川学是知名物理学专家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 帮助过内海他们 破获无所大海要案 听完内海他们讲述案情 汤川学一阵沉思 他说 镜子如果真的是凶手 他让你们自己找到电影票局的话 这个人真的太出名了 你们遇到对手了 汤川学表示 这和物理没什么关系 破案是警方的事情 他不感兴趣 但阿泰告诉他 镜子的隔壁住着他的同学石神 汤川学一下来的兴趣 他返回来告诉二人 我很少用天才来形容一个人 如果这世上还有天才的话 石神绝对是其中之一 内海和阿泰瞬间惊得目瞪口呆 那个看起来憨头憨脑的家伙 居然被木空遗弃的汤川学这样形容 一个数学方面的天才 一个物理方面的天才 两个天才就这样再次充分 只是这次 他们不在意同学的身份 而是猎手与猎人之间 展开一场生死对决 时隔17年老同学来访 两个大仙级人物都讨厌世俗礼节 那么席地而坐彰显大仙本色 谈话中 汤川学了解到目前石神的状况 当年母亲病重 为了照顾母亲 他放弃晋升 选择在一所高中学校 当一名普普通通的数学老师 汤川学替石神惋心 一个公认的数学天才 如今落到这种地步 石神表示 研究数学不分地域在哪里都可以 汤川学给石神带了一份大礼 那是一份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石神接过来如获自保 他告诉汤川学 需要花时间才能解开 汤川学笑着说 他有时间等 就这样 石神觉得饭也不香了 酒也不喝了 对着数学题干了起来 看着石神如吃如醉的样子 汤川学笑了 没错 还是之前那货 一点没变 他们属于同类人 时间飞速流逝 石神想起了汤川学 而汤川学已经睡着了 他打开柜子 准备拿出被子 给汤川学盖上 这时 一根电线从柜子中掉出来 那是镜子用来勒死福建用的 石神忽然意识到 汤川学绝对不是 跑来找自己解数学题的 他像一只嗅觉灵敏的野兽 隐约闻到猎人 逼近了危险 看来 原本的计划 随着汤川学的出现 不得不重新调整了 天亮后 两人出了门一起上班 他们穿过天桥 看到天桥下的流浪汉 石神说 他们像城市里的失踪 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 不停雄环 一成不变 两人分手时 石神的一句话 让汤川学起了鞋 石神说 真的羡慕你 那么多年了 一直都潇洒帅气 一点都没变 望着石神离去的背影 汤川学一阵困惑 石神除了数学外 从来不会在意别的 现在怎么会羡慕自己的长相 只有恋爱中的男人 才会注重自己的相貌 对他办 难道他恋爱了 汤川学和内海 再次来到抛尸现场 目前疑点重重 凶手心思缜密 既然能毁掉死者的面容 及双手的十个指纹 为什么会在自行车上留下指纹 如果得不到指纹 警方根本不知道死者是谁 仿佛指纹是故意留下的 过于明显 如果凶手故意留下指纹 还有什么目的 汤川学和内海 又查看自行车的丢失点 这里自行车很多 大部分都没上锁 凶手又为什么单单挑选 一辆上了锁的自行车 这样的结果 会引起主人的注意 打电话报警 凶手明明知道这些 却还得要这样做 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凶案迷雾重重 石绳满天过海 汤川学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破解石绳的一道道迷阵 禁止牡利俩又是否能够真的逃脱法律的制裁 一切答案将在下部揭晓